歐洲國家盃打到來了 斯朗娜當然想捧杯 冰島第一次打大賽 巴黎在等你 發網藍燈不僅只有祖高域 還有梅里 體育是巴黎,令我多摩入身 Bron,其實我覺得體育系 有這些環節真的不錯 最棒的,不過我嫌他剛才的左下的力 都差一點,沒有步驟不完美 我想你一定要改一改 對 你們不懂得欣賞,算,我可以接受 但可否在飛機時不好吃東西呢 我們是專業的主持,什麼意思 其實專業的主持 跟運動員都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 肯愛經常吃東西 肯愛的表現才能夠提升 對吧?尤其是這麼好吃 我先不跟你說這些,我說回正經的 四年一度的歐洲國家盃 還有兩個星期就開始了 而之所以我們吃雞的原因是 因為主辦過法國隊的吉祥物 就是炸雞 厲害,不過正確的學名應該叫公雞 你們兩個人也會認識點東西 而且吃雞 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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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朗躲於衣櫃裏 其實葡萄牙更是躲於失落裏 因為無論他們出過多少球星 肺高、雷哥斯達、斯朗拿到 始終都是比大賽冠軍差 不知道今年歐洲國家盃又會怎樣呢 斯朗和美斯 誰在夏天可以為國家隊捧杯 可能就是他們高低的指標 作為國家隊隊長 也是國家隊入球最多的球員 斯朗當然不是內藥男子 但是很多時候他都是絕望獨力難知 沒辦法, 近幾年葡萄牙 差不多都是斯朗的一人球隊 希望今年秋千運好了 會計2004年之後再次打入決賽 今年斯朗身邊 卻不再是普斯迪加、柳勞菇美斯 但是仍然有蘭尼、哥利斯瑪的名字 就看看這位衣櫃女的男人 最後命運 是不是好像前幾個大賽一樣 最後到新深度、下去 多於這個慈悲的寶侶 今屆在歐洲國家盃 Kolin比較喜歡法國隊 今屆我挺喜歡他們前面的基士民 中場方面乾堤入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球員 能夠在中場帶出一個 很大的動力給法國 後面門將我們看到諾里斯 可以知道這位門將的把關能力 今屆熱刺已經展現出來了 所以加上他們也有主辦國之利 這個歐洲國家盃 肯定是法國隊的狼中脈 歐洲國家盃會在法國不同的城市舉行 我自己還沒去過法國 G Dragon, 你覺得怎樣? 首先不是G Dragon, 我姓Fu 我叫Fu Dragon 對, 法國來說 在我的經驗 是郭區很漂亮的 你去過嗎? 我去過, 那時我去瑞士去過 但因為法國的住宿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在瑞士駕駛過法國 在法國那裡,因為他們有民宿 他們那些郊區的人很熱情 甚至乎早上起床 做的早餐都是上山、騎馬上去 所以其實他們的郊區環境 是真的一流的 那你呢 我當然是這麼有文學 你認識去巴黎 法國的藝民青 我覺得如果去巴黎 就是要避開遊客區 因為遊客區看不到 所謂很漂亮的法國人 全都是遊客 女生呢 反而你去到小巷就挺有感覺 當然法國女生不用說 又漂亮, 又會煮東西吃 又溫柔, 身材又好 真是多不勝所 完美了 你吃過嗎 其實我真的吃過 一個法國女同學做給我的拌勁 那個法式拌勁 很好吃 好, 你們別說了 我真的很想去 你這場阿冠杯十六強 就去澳洲, 真身去到八強 這幾年我在本地和國內比賽都多了 對於海外的比賽 我真的有些陌生 有些故事可以說來聽聽嗎 我去過澳洲和台灣比賽 澳洲和香港比賽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香港, 例如駕駛 基本上很多人在東區走廊上 全部人都放在這裡 但在澳海外就不同了 因為它有很多… 它的地方比較大 對, 很多獨立屋 獨立屋, 鄰居會走到露台 跟你加油, 打氣、高興 這麼棒? 如果我跑一下, 我肚餓 或者頸殼, 可否敲門… 有煮麵嗎 有 叫她煮麵給我吃 因為台灣的比賽很棒 有可樂喝, 有紅豆沙食 有啤酒, 有朱古力 這是什麼?這是大食會馬拉松嗎 這是嘉年華 對, 跟香港的香蕉、水很不同 香港真的要改善一下 但你有這麼多可樂比賽 有很難忘的經歷嗎 其實我一向都很專心比賽 但如果要說難忘的話 有一次, 因為我弄傷了腳 馬上有個英俊 不是, 有個阿叔的物體 是不是有點頭髮? 你是不是在說誰? 不是 對, 總之他在終點的時候就說 你住哪間酒店, 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所以還是那句, 美女真的不一樣 最後你有沒有杯子送回來? 沒有 為什麼? 不是我的杯茶 Hidy, 你剛才說過 你沒去過法國 對 想不想去? 很想 那你呢, 想不想再去? 觀眾們, 你們又想不想去法國? 我知道你心意 其實去到法國看歐國杯 當然是我們的夢想 除了自己付錢, 買機票之外 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下星期一開始 我們下一次就有這個60秒的敏達大會 自飛去法國的遊戲 當然, 也是先讓主持玩的 因為我們會選出兩位主持 就可以飛到法國看歐國杯 好… 好… 你這麼興奮, 你還不知道怎麼玩? 不用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星期一就知道怎麼玩 但如果真的讓你飛去法國 你會想跟誰主持去? 我?我很貪心 我想跟琪琪, 又想跟你去 為甚麼? 因為我自己又不太會看球 是 如果帶你去, 你可以教我怎麼看 跟琪琪… 還有, 你知道我懂法文嗎? 對, 又喜歡法國妹 對 挺好, 介紹朋友給我吃 你想想我嗎? 有人說話嗎? 對… Koppa是一個演員 把世一向都多, 出名 聽你剛才說 你們很期待下星期的60秒Q&A 送你們去法國 快點 可能是你的 但今天不如我繼續爭取友誼 好嗎?Hidy, 你對隔壁的兩位 認識有多少 零 那就好了 以下10條問題, 我儘量想問 因為你很快 看你要了解她們 誰是她的答案,好嗎 好 開始 這位朋友說到拍拖次數方面 她是超過一次 但小位白癡是誰 你又知道 對, 她小時候的語名叫石頭人 Kai 對, 沒錯 你不是看過那些答案嗎 沒有… 她說哪個女主持最漂亮呢 是Hidy寶寶 Kai 這個答案又被你織圈了 其實我也是心想,我沒有寫的 你覺得男主持最帥氣的那位 是Elena,是誰 Kai 又猜中了,全中四條 好,她最喜歡吃的東西是白飯 Kai 錯 對, 還要讓你們知道… 到你了, 我也讓你們知道 最喜歡的動物是狼 是 你又知道 一看就知道 要走, Heidi 不要這麼懶惰 她今天午餐吃了菜 看 我沒有 一條那麼少 你明明是吃炸雞 沒錯 暫時適合, 只差一條 今晚活動是找蘇英俊學打球 看 又適合, 最後一條 這樣還給你試 確實Honey的印象是創始的身形 撞了一隻大棍杖 他… 肯定 做完賽了 答了九條 他多靈敏, 真是創始 真的相當不錯 不錯 是否真的選一個 選一個做男朋友, 選誰 是 下一集再說 情與意直千斤 我想成為正選 以及為球隊贏得禁標 完 這首歌 Umo是一首歌 冰島一定是Juno的雷克雅美克 當然不是因為歌名 就是冰島首都雷克雅美克這麼簡單 還因為歌詞中有古裝神的 過十年後再度遠征 施格神的彷彿一眼熱泉 湧進寒冷冰窖中等等 不過對冰島在今年歐國杯來說 最適合相信就是這句 誰夠內星, 變勝利 如果你喜歡神之指, 神之手這幾個設定 相信神之國也可能是你的杯茶 用冰封舊情再解凍去形容冰島 只適合一半 解凍是對, 但就不是再 因為這屆歐國杯 是冰島第一次打入大賽決賽州 你或許會說冰島除了古裝神 施格神之外 也說不出第三個大牌球星 但你別管 你只要知道他們的外圍賽 是踢走了荷蘭就行了 很多人都喜歡去冰島看鯨魚 今個夏天可能要去法國看了 那些想吃鯨魚的人 小心被這條藍色巨鯨反咬一口 剛才說到他回來這麼開心 你們倆還沒說想跟誰去 別生氣了 這麼小器 你們來我了嗎? 剛才你不選他, 自尊心已經崩潰了 你來我了嗎?現在到我選了 我一定會選瓶仔盡 為什麼?因為如果我們倆去法國 他踏板表演, 我跳舞表演 不用帶錢去, 賣藝糕 不用看歐國杯, 只賣藝糕 只是帶錢而已 我當然會選Elena 大家都知道我和她是兄妹 她是兄妹妹, 我們很像樣子 去到外國, 人們會更加以為 我們是同一個人 到時有很多要付錢買票入場 買一張票就可以蒙運過關 很帥… 端生術… 當然除了我們選擇可以玩之外 其實觀眾也有得玩 我知道接下來, 下星期一 就有一個關於歐國杯的遊戲 大家就去玩了 但至於怎樣玩, 到時你就知道了 再見… 再見…